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抢工健康医疗大饼在大陆贵州也会再建养生村 市场预期郭台铭看准了人口老化会带来两岸银法族养生的商机 根据大陆媒体的报道 鸿海也计划在阳明山和大陆其他地区来建设养生度假村 为拓展客户群 甚至还计划和美国或者是日本的养生度假村要成立合资公司